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六百八十九回 这一天,杭力正在翻看一本介绍上古时期稀有灭绝的典籍,忽然,一道火芒一闪即逝的涉入密室中,竟对入口处的结界视若无睹。 杭力一愣,他马上虚空一抓,顿时将那火芒吸入到了手中,化为一团熊熊的火球,正是一枚传音符。 用神念仔细的一扫火焰中的信息,杭力的脸上露出了信息,当即他将手中的玉碱往石台上一放,立刻化为了一道顿光,向楼下而去。 一盏茶的功夫过后,一道清光飞射到白宁楼前,那是一名窈窕女子,彻约而立,正是白瑶仪。 光芒一脸,杭力身形在此女面前现行而出,口中急忙问道,白道友,已经找到了冰灵花,此事可是真的? 自然是真的,原来以为啊,起码要越许才能有消息的,可是没有想到,韩兄竟然说动了大长老,发动了如此多人去寻找此冰灵花的位置,如此一来,速度自然也就快了数倍。 白瑶仪望着韩丽,奄然一笑,哎呀,这太好了,白仙子现在可方便,我们这就动身吧。 韩丽还是强行压住心中的喜悦问道,当然可以,切身在这里就是准备给韩兄带路的,不过这次发现的万年悬兵位置比较远,已经出了北明岛的范围,一去一回恐怕要数日光景。 白瑶仪一抿小嘴儿倾笑了起来,这点时间算什么,只要能摘到悬兵花,就是跑上一年多,韩某也一定要去的。 韩丽轻轻轻一笑,毫不犹豫地说道,白瑶仪一听到韩丽如此一说,却只是笑一盈的不答话,而下面呢,两个人没有在耽搁什么时间,随即呢,就离开了槟城,一路向北边飞动而去。 在路上,白瑶仪在洞光中向韩丽讲起了这万年悬兵的具体情况。 怎么,在一群血吼兽的巢穴中? 不错,当时发现玄冰的弟子还因为一时不慎被那血吼兽发现了,一直追出了百亿里给击成了重伤,差点就此隐落呀。 白瑶仪点头说道,哦,这些血吼兽是几级妖兽啊? 韩丽一听,来了兴趣,这个恐怕就要让韩兄失望了,这种妖兽只有五六级妖兽的级别而已,够无法入道友的法眼的。 哎呀,五六级,的确没有什么活捉的价值啊。 不过,再往前就会出了北明岛,以后我们就要身处滨海中了。 这里可不比岛内完全是妖兽的天下,各种妖兽层出不穷,并且离开岛屿越远的地方,妖兽的等级就会越高。 当然一般说来,数日的路程之内,不可能出现什么八级以上的妖兽,我二人完全不用担心的。 但是,在滨海深处,却经常有许多可怕的妖物,实际妖物也并非没有的,甚至上两代的大长老还曾经在远离北明岛的滨海深处,见过一只十级的上古兵凤,这可是真正的上古灵兽血脉。 单凭此寿一只,就足以力敌我们小杰公大半修士了。 十级兵方? 韩丽一听此话吓了一大跳啊,韩兄不必担心的,据说当初本派师祖在此开宗立派的时候,曾经和着滨海中的几头神通最大的妖兽狠狠地打过一番交道的,互相还立下了约定,我们小杰公不得随意对滨海高级妖兽出手。 这高级妖兽啊,也不得出现在北明岛百万里以内,否则由我们小杰公修士处置。 第一级妖兽则不受这个约定的限制。 历次围攻我们小杰公的群妖,都是从大进其他地方跑到北地来的妖兽。 若是那滨海妖兽也插手的话,我们小杰公早就不知道被踏平多少次了。 此种情形从古至今就一直如此,否则的话,我们小杰公怎能在半岛上屹立至今呢? 有这种事情?这么说来,我们此行应该没有什么风险的。 杭力惊讶之余,却脸上一笑说道,哎呀,这也不一定,约定也只不过是个约定而已。 时常呢,还是有高级妖兽,暴逆之气大发,什么都不管的就闯进来。 如此一来呀,我们几乎每年都有宫中弟子死在妖兽之手的,我们此行还是要小心一些的好。 只不过数日的路程转眼就回,哪会如此凑巧啊? 杭力望了望下方的金银冰川淡淡的说道,随即呢,清光大放,顿速又一下子快了三分。 其实呢,这白瑶以亚同样如此认为的,刚才呢只是讲述一下而已,见此情形,明眸流转之下,周身寒光刺目,瞬间又跟了上去。 这一路上啊,果然没有见到什么高级的妖兽的影子,而且冰海如此之大,就连低级妖兽二人呢,也没有看见几波的。 于是经过三日三夜的不停飞顿,他们终于赶到了一道巨大的冰封上空。 这里就是雪好兽的巢穴? 杭力望着深不可测,不停地吹出凛冽寒风的冰封,眉头一皱问道,没错,此地的确就是本宫弟子所说之处。 白瑶仪这位家人漂浮在杭力一旁,四下打亮了几眼,肯定地说道, 捡这样,将它们直接引出来吧。 杭力点了点头,单手一掐绝,周身的灵光闪动之下,顿时身前浮现出点点火星。 呼吱几声之后呢,火星骤人狂胀,化为了一颗颗拳头大小的赤红火球。 去! 刨袖冲身前数十颗火球轻轻一浮,在呼啸声中,一定让红光包裹着这些火团呢,直坠而下。 转眼之间,就没入了黑兮兮的裂缝当中不见的踪迹。 杭力和白妖仪盯着下方,眼皮都不眨一下啊。 可是好一会儿功夫之后,裂缝中仍然是平静如初,并没有传来丝毫的爆裂之声,寂静得都有些诡异了。 杭力和白妖仪互相看了一眼,脸上都显出了一丝诧异啊。 只是五六级的妖兽,不可能无声无息的收掉这些火球的,看来啊,下方还有更厉害的妖兽。 杭力摸了摸下巴说道,可能吧,本宫那名弟子并未深入冰凤中,才在边缘处看到万年玄冰和玄冰花,就被那雪火兽发现了。 白妖仪这个时候呢,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丝凝重。 哼,没关系,在下呀,也用灵兽逼他们出来吧。 杭力淡淡说道,然后单手一拍妖间某只灵兽袋,顿时呢,十二道白芒从袋中接射而出,然后在空中一个盘旋,就化为了一条条只许长的雪白无公。 背声透明双翅,争鸣凶恶。 杭力一声低鸣呢,冲空中的六翼双弓一点指。 这些飞天无公,摇头摆尾之下,周身泛起了阵阵寒光,向下方纷纷飞射而入。 白妖仪见此情形,脸上一丝惊讶闪过,却没有多说什么。 杭力也丝毫不怕这些六翼双弓会遇到什么危险,毕竟十二条联手之下,就是碰到八级妖兽也能轻易脱身的呀。 果然没过多久,下方的冰凤中就传来了轰隆隆的打斗之声,并且这个声音呢是越来越大,似乎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飞出来的样子。 杭力抿了抿嘴唇,莫不作声的头袖一甩,十余道筋芒啊,从袖口处击舌而出,化为了十几口持许长的金剑,一下子悬浮在了冰凤的上空处,闪闪发光,纹丝不动。 白妖一笑,却没有做出攻击的举动。 显然呢,此女认为,韩丽一个人对付下方即将出来的妖兽,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。 唱听网,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,你的唱听别样精彩,3w.听85.com 天课之后啊,一阵奇怪的事后声清晰地从下方传出,接着呢,一股股白茫茫的雪峰席卷而出,里面夹杂着七八头仿佛狮子般的雪白妖兽。 但是,一只只都是一副惊恐异常的模样,仿佛正在逃命之中。 韩丽一眼就认出了,这些酷似狮子的妖兽,正是那些所谓的雪吼兽。 他毫不犹豫的心中剑绝一摧啊,竖口筋剑一颤,化为了道道金红,激势而下。 杖许来场是耀眼独目啊,飞剑顿速之快,犹如惊雷闪电,只是一晃就划破了那看似猛烈的雪峰,到了这些妖兽身旁。 那还没有当这些妖兽反应过来,就见这些惊鸿的诡异地围着他们一绕。 几声惨叫传出啊,这些妖兽都被拦腰斩成了两截,蚕食呢,纷纷地从空中摘落而下,重新掉入到了冰凤之中。 下一个,一声惊天动地的兽吼啊,从下方传出,随即轰的一声巨响,一道树杖粗的飓风从冰凤伸出冲天而出。 哈利双目一眯,仰头望去,只见在飓风顶端之处,趴扶着一只目露怒涩的树杖大的妖兽啊。 此妖兽,这模样和那些被斩的雪猴兽是极其的相似,但是皮毛荧光灿灿,体型呢,足是雪猴兽的一倍有余啊。 嗯?这不是雪猴兽,是冰凝兽,这种高级妖兽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? 白妖仪诧异的一声轻疑,似乎大感奇怪啊。 哈利呢,目光一闪,还没有说出什么,又从冰凤中一下子击射出十余道白旗出来,一晃之下,化为了十二条雪白乌宫,口吐寒气的扑向了那只银毛妖兽。 哈利眉梢一条冷哼一声,手指一抬啊,手指处是轻盲闪动,就要在驱动头上的几口飞剑落下,将此兽斩杀了。 一旁的白妖仪却突然开口了,且慢,道友手下留情,这冰凝兽是一种少见的冰封属性的妖兽,还是让我收去吧,留着有大用吧。 哈利听这话,就是一愣,但随即不以为意地笑了笑,这样的话,我帮道友秦下就是了,现在无需再出手了。 说完这话,哈利就一张口,一团紫叶从口中喷出,随之呢,从口中一声轻鸣发出,就化为了一只持许大的活鸟,栩栩如生,双翅一盏直奔,巨峰顶部扑去啊。 十二条雪白无功,一见紫鸟飞尽,立刻有些畏惧地一哄而散,竟将那只银色的妖兽孤零零地留在了那里。 这只兵鸣兽,虽然说灵智未曾全开,但是呢,也是有了一定的智能。 一见此行星,哪儿还不知道这只紫色活鸟的可怕呀? 当即,周身狂蜂一起,就要驾驭智风而逃。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,早有准备的哈利却口中一声冷横,双目金芒一闪。 此兽,立刻只觉头颅一下子仿佛尖锥扎一般的剧痛,当即一声鼻吼,神形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。 竟然是杭力用强大的神石给此兽狠狠的一个狮神刺。 即使杭力未用权力,但是以他和原鹰好奇修是差不多的强大的神石。 哪儿是这只只有七级妖兽的冰冰兽可以承受的呀? 自然是一击便得手了。 趁此机会,紫色活鸟一下子扑到了此兽前,一阵的盘旋飞舞啊。 次拉直升大旗,一团紫萌萌的光雾凭空浮醒而出,一下子将此兽罩在了旗内。 而紫色的火鸟呢,则马上双翅一盏飞射而回,一下子没入寒冷体内,就不见了踪迹。 紫色光雾散去之后,一块高达十丈的紫色冰块出现在那里。 那只冰冰兵兽赫然地被冰封在旗内。 这是那股飓风,因为紫兽的被困也渐渐地消失溃散,冰块一下向下坠落而去。 一旁对韩丽的紫萌急火有些吃惊的白瑶仪,却想都不想地单手虚空一抓,顿时呢,一只白色大手在冰块上方一下子浮现,一把将聚冰抓住,然后直接射向此女啊。 多谢韩兄,切身就不客气了。 白瑶仪冲寒厉吟一笑,随后呢,玉纸翻转,默然多出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淡黑色的灵兽带。 抬手之间,将此灵兽带寄到了半空当中,随后霞光飞卷而出啊,一下子将聚冰连同银色妖兽一同吸入到了袋中。 灵兽带呢,被此女收了起来,看到白瑶仪脸露满意之色,韩丽淡淡一笑,冲空中盘旋的十二条雪白的蜈蚣一点指。 一阵丝鸣过后啊,这些蜈蚣竟爆发出一团团寒气,转眼之间身形悄然地隐匿了起来。 见此情景白瑶仪一愣,韩丽却随口解释道, 用冰灵花炼丹的时候,我不希望有什么低阶妖兽打扰。 有这些灵虫在附近守护,应该稳妥多了。 白瑶仪焉然一笑点了点头,韩丽二人呢,随即化为了轻盈两团灵光,向巨大的冰凤中飞落而下。 冰凤之中啊,黑乎乎的,除了一股股的寒风围着二人不停地打转,竟颇有几分当年进入阴阳枯湿的感觉。 不过嘛,在接近底部的时候,淡淡的荧光开始出现在了冰凤两侧的金壁之上。 这些呢,就是炼制冰属性法器的材料,悬兵。 不过这些呢,还只是普通的悬兵,算不得真正的珍惜宝贝。 只有万年悬兵,那才可算是绝佳的炼气材料。 韩丽二人自然不会看上这些东西的。 不过,当双族真正踩在冰凤底部的时候,一片散发着乳白色光芒的水晶状的矿质出现在二人眼前。 虽然参差不齐,只露出一点儿,但是足以显示他们正是万年悬兵之脉,远非上边的那些次品可比的。 而韩丽的目光呢,却落在了三朵生在金壁上的淡白色的小花上。 这些小花啊,只有拳头大小,仿佛寻常的路边可见的小野花,但是根部却分别生长在一块裸露出小半的万年悬兵上。 附近的更是有一团团淡淡的寒雾围绕花瓣盘旋不定。 三朵悬兵花应该足够用了。 韩丽尝出了一口气,喃喃地说道,这里的万年悬兵似乎储量不少,看来那位弟子真是立功不小啊,回去要重赏一下的。 白瑶仪打量完这些悬兵,脸上呢也是露出了笑容。 这些冰零花摘下来就必须马上炼丹,其他材料我早就准备好了,白仙子是打算先回去还是…… 韩丽这个时候把目光从冰零花上收回忽然扭头,冲白瑶仪问道。 欲知后事如何?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90回。 凡人修仙传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90回。 白瑶仪听了杭丽的话,立刻回答。 韩兄练丹能需要多长时间?不如我就在附近转转吧,这里离北明岛并没有多远,竟会出现冰零兽这种七级妖兽,总是觉得有些不妥,我也趁机调查一下。 如此也行,不过白仙子要小心一下。 韩丽微微一愣,并未出言阻止,只是叮嘱了一句。 韩兄放心,切身只是为了万一才这么做的。 我看,多半这只七级妖兽无意中闯进此地的。 这种事情以前并非没有出现过的,那么姚仪先出去了。 白瑶仪抿嘴一笑,秀丽面容上竟然显出了几分妖娆风情。 随即话音一笑,一道惊鸿向上飞射蹲走。 韩丽抬头,望着惊鸿从上空最终消失不见,这才低下头,扫射了一下三朵冰零花。 略微地想了想,他在除袋上一拍,十几道颜色各异的光芒飞射而出, 没入到了四周的金壁中不见了踪影,一层淡蓝色的雾气若有若无地浮现而出,将附近的区域呢笼罩进其中。 做完这一切之后,嗡鸣声大气,一团金色重云也从韩丽身上飞射而出,化为了点点金光消失在雾气当中。 如此一来呀,只要不是过于强大的妖兽,应该可以确保他炼制玄兵丹无碍了。 安心之后,韩丽呢抬手间放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顶炉,荧光灿灿轻飘飘地落在了身前,随后一只只木合小瓶从储物袋中接连飞出,摆满了一地。 韩丽目光一转,落在了那金壁上,刨袖一幅三道金芒一闪射出啊,围着三朵小花所在的玄兵上一绕。 顿时,万年玄兵连带花朵同时掉落而下,而早有准备的韩丽冲地上一点纸,三只持许大的玉盒呢,一下子就在原地消失不见。 但是,下一刻就诡异地出现在了金壁之下。 三朵白花,毫发无损地掉入到了河中。 韩丽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,漠然两手掐绝,冲着周围的蓝雾一连树道法掘打出啊,雾气一阵翻滚之下,向四周滚去。 片刻之后,就将整个冰凤底部彻底地淹没了,再也没有办法看清里面的情形了。 冰凤上边,喊起呼啸,除此之外呢,一切都安静异常。 就这样,时间一点点的过去,转眼之间就到了第三天了。 此刻,冰凤底部仍然蓝色雾气浓密异常,没有丝毫破除的迹象,仿佛会永远下去一般呢。 忽然,远处天边光芒一闪,三道顿光一前两后地从远处击射而来,顿速极快,一会儿的功夫呢,就到了冰凤附近。 前边一道银色顿光匆匆飞来,这灵光呢,有些暗淡,似乎这顿光的主人身受重伤,后面一红一绿两道光芒刺目,气势汹汹。 明显三者间是一逃一追的关系啊。 灵光一脸,荧光中显出了一名窈窕的白山女子,面容灰白,还覆盖上一层淡绿之气,正是那三日前离去的白瑶仪。 不知道此女遭遇了何事,竟被人追杀至此,还依附身受歧毒,连原营终其修为都无法压制住的样子呀。 此女一道冰凤上空,匆忙地朝下面望去,一瞅见那滚滚的蓝雾尽致之后,立刻尝出了一口气,神色为之一松。 但就在这个时候,后面的红绿两道顿光也离奇不到百余帐了,并从了绿光中传出了一句男子的声音。 怎么,知道身受歧毒,终于决定不再跑了,鬼鬼束手就擒的话,本天君不是不能暂饶一命的。 这声音啊,阴粉生硬,充满了得意之色。 白瑶仪朗哼一声,丝毫不加理会地一头往冰凤下扎去。 结果呢,荧光闪了几闪之后,没入雾气中就不见了踪影。 那么两道顿光下一刻,也赶到了冰凤上空,在光芒中隐隐的有一男一女闪现其中。 这二人见到冰凤下面的蓝雾都是一愣,略微的有些迟疑起来。 这两个人可都是化形后的妖兽,林智已经全开,丝毫不下于人类的。 见白瑶仪没有继续逃窜,反而躲到了下方的禁止当中,肯定是心中惊疑了起来。 二人正想仔细地用神念先搜索一下冰凤的时候,忽然四周一阵白气翻滚啊, 一下子显现而出十二条雪白的蜈蚣来,个个是背声双翅,争鸣异常啊。 六翼双弓? 那红光中女子身形一陡,竟发出了惊喜至极的嘀呼,声音甚至都有一些微微的发颤。 什么?这些是六翼双弓? 而绿光中的男子呢也是吃了一惊。 太好了,只要我吞噬了这些灵虫,阴阳交汇之下,足可以让我修为大敬。 女子发出了难听的大笑,周身火光一起,一下子窜出了十几条火蛇出来。 持续来尝,每一只呢都背声双翅,口头火苗,气势汹汹地扑向了众蜀。 一时之间呢,火压寒气交织一起,刺耳丝鸣声更是在爆裂中尖力异常。 这个时候,红光一脸,那名女子清晰地显现而出,身材细长,双目碧绿,有几分姿色的脸颊上竟长有数枚赤红的鳞片。 一身大红衣衫,张嘴之间呢,一条细细的蛇心吐缩不定。 这家伙竟然是一只不知名的蛇妖画形的八级妖兽,一对闭幕死死地盯着那些六翼双弓,面上满是贪婪。 此妖红光在起,就要亲自动手将这些六翼双弓一一拿下,却忽然一阵汪鸣之声从下方传来,接着一大片金花竟从蓝雾中击射而出。 然后凝聚成一朵树丈大的金云,直奔空中二腰击射而来啊。 那名绿光中的男子一见金云就是一愣,但是毫不迟疑地袍袖一服,一股蛟龙般的绿气从袖口中射出,迎头照下,一下子就将金云吞噬进其中。 这男子冷笑一声啊,正等那金云被自己毒云化为臭水,说一些什么讥讽之话的时候,却默然发现,那嗡鸣声丝毫没有消失,反而一下子冲出了绿云直向其扑来啊。 这一下子,这个男子一惊飞小啊,不及多想之下,他身形滴溜溜一转,周身的绿光一下离体,化为树丈高的一面火墙,向金云一卷而去。 顿时,碧悠悠独火所过之处,嗡鸣之声为之一顿,随后噼啪的声音响起,无数金花带着绿燕直坠而下。 残余的金云呢,瞬间就变得七零八落,现出了一只只金色的甲虫,在绿燕中一个个东倒西歪,只能勉强挣扎而已。 那男子见此情形,心中一松,但是,默然想起了什么,猛然仔细一打量那些残余的甲虫,顿时一脸恐惧的尸声叫了起来。 是金虫,是金虫,世间怎么可能还有如此多的刺虫啊? 这名男子啊,没有了绿光的眼视,也露出了一副诡异的模样。 一头散乱的绿发,两只稻粒般大的黄木,生有一张几乎咧到脸颊尽头的大嘴,满口细小的锋利牙齿,竟然没有办法分辨出这到底是何妖兽变化而成。 随着惊呼声出口,那些下坠的士金虫再次发出了嗡鸣之声,展翅飞起,同时呢,身上包裹的绿叶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起来。 这些东西竟被士金虫一口口的吞噬进肚子。 男子脸色变得越发的难看了,可就在这个时候,士金虫上空,红光一闪,那名蛇妖锁化女子竟从虚空中闪出,一张口呢,一团青萌萌的东西喷出,化为了一只青色的木箔,迎头照下。 这个木箔,体型狂胀数倍,同时呢,从中喷出丝丝的青丝,化为了一只巨大的光照,一下子将下坊中的士金虫都照在了里边。 而金色甲虫脱离绿燕后,拼命地撞击此光幕,却丝毫效用没有,竟将它们一时困得死死的。 这个时候,那蛇妖才一扭头,冷冷地对那男子说道,怕什么?你还真以为这些是那些上古时候的成熟体? 只要它们没有真正的成熟,有的是办法灭杀它们的。 似乎是为了印证自己的话,这个女子呢,默然一指细长手指,冲着下方一弹,顿时啊,凄厉的破空声发出。 一道肢战大的刺目的红芒一闪射出,没入到了青色光照当中,从一只士金虫身上划过了。 那只坚弱金刚的士金虫立刻无声无息一分为二,竟被那红芒直接斩成了两片。 而红芒也因此一顿现出了圆形,是什么呢?竟然是一枚寸许大的赤红的蛇鳞片,周边锋利异常的模样。 看到这一景象,不光那妖艺男子脸上一松,就是女子自己嘴角也露出了一丝阴森的笑容。 两手一掐绝,顿时扑扑之声接连传来,竟凭空从身上射出上百枚一般无二的蛇鳞来。 此蛇妖竟打算暂且不顾那些和火蛇纠缠的六语双弓,而要将这些士金虫现一网打尽的样子。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,从冰封下蓝雾中突然传来了一声冰寒的冷哼,随之里面传来了一声雷鸣之声,接着蛇妖对面二水渔杖处荧光闪动,一个人影闪现而出。 那蛇妖啊,倒也警觉得很,竟两手一掐绝,心中腰绝马上一催啊,身前浮现的蛇连方向一变,竟划破虚空,一下子到了那人影面前啊,就要将人影直接洞穿的千疮百孔。 那人影呢,黑黑一声轻笑,一只手掌从容的一翻转,顿时一只荧光闪闪的小盾出现在了身前,轻轻一晃,一层如镜般的银壁诡异的浮现而出。 接下来,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,密密麻麻的红芒积在了银壁之上,顿时爆发出刺目的荧光。 这些红芒,竟在荧光中纷纷方向一改,被反弹开了,竟没有一片能洞穿而过的。 那名蛇妖锁化的女子顿时吓了一大跳,而其旁边的男子却脸上神色一动,两袖一甩,顿时呢,一股股碧绿的毒物滚滚袭来。 要是仔细留心一下就可以发现,这些毒物中还有丝丝不起眼的绿丝在闪动着。 这些都是此药苦修数千年,将一些制毒之物凝聚成的毒针法宝。 那就算是原因后期修饰被此针扎到,若没有及时化解,也会不出一时三刻化为毒水。 真是奇毒无比啊。 可是,银币后的男子呢,却同样的袍袖一幅,竟飞射而出一只赤红小鼎出来。 此鼎一闪呢,就出现在了银币之外,然后一声清鸣,在体型狂胀中顶盖自行打开, 从中飞射出无数的赤红火团出来。 每一团呢,都只有拳头大小,随之凝聚成形,竟然化为了数以百计的赤红火鸭。 口中发出了鼓噪之声,直接影响了那滚滚而来的碧绿色的毒物。 结果两者刚一接触之下,无论毒物还是其中所含的毒针,都被重火压缠绕的赤火灵火, 一下子化为了鼓鼓青烟,竟立刻不敌起来。 这人影自然是含力无疑了,而那个赤红小鼎,则是其在昆武山所收的通灵火鼎。 此顶驱使的上千只羊火鸭,是对付阴邪功法的上加利器,如今一寄出,果然立刻显现出威力来。 寒历目中金光一闪,心中大为满意啊,一只袍袖呢,轻轻一抖,顿时一团三色光芒无声无息的滑落到了手中。 那群火鸭所化火海扑向对面,寒历背后雷驰忽然在原地化为了一道银湖消失不见。 那名男子呢,见毒物被迫,正惊怒异常,一见此情景又是心中一惊,急忙地将神石放出。 同时,两手掐绝,从身上射出了一片绿色的丝网,竟仿佛蜘蛛网一般,竟以自己为中心,十余杖的范围都笼罩在旗下。 而就在这个时候,一声霹雳过后,寒历在男子身后树丈远处,一下子现行而出,结果呢,那绿色的网一抖之下,这闪电般的后照而至。 轰隆一声,一张金色电网在寒历身上浮现,竟反向地迎向绿网。 那些绿丝方逸基础就化为了乌有,难要大惊失色呀,当即身上灵光闪烁,就要飞盾射出。 就在这个时候,一股三色火焰却毫不客气地击射而来,男子护体灵光大放,就想要凭借此时,暂且抵挡一下此火,好有时间,他逃之夭夭啊。 但是轰隆一声闷响过后啊,三色光蕴就在两者之间是爆发开来。 此光幕依仗一缩之下,将男子身形照在其中,一声惨叫随之发出,男子在光蕴中被三色火焰包裹,瞬间化为了一股青烟,消失得是无影无踪啊。 这三燕扇的威力,那就是银翅叶叉那种妖兽都不敢应接,这更何况他这只普通的八级妖兽呢? 这一幕让来不及出手相救的蛇妖女子通体发寒啊。 眼见的寒历,既然能举手投足间就灭杀了自己的同伴,那对付他自然不会费太大力气的。 此要想都不想的红光大放,喷的一声自行爆裂,一下子幻化出树枝赤红的火蛇,向四面八方击舍而逃。 喷历先是一愣,但是随即呢,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。 灵力往双目柱下,瞳孔深处爆发出刺目的蓝芒,一扫之后就盯住了其中的一只火蛇。 它背后风雷尺一抖,就在雷鸣声中凭空消失。 荧光接连冷却,几次雷顿之后,寒历身影就出现在了此火蛇的头顶上空,目光冰寒的望向了蛇妖。 预知后事如何,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还人修仙传》第六百就是一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